AO 聊事記憶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A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海軍上將的比賽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約7點鐘方向 打掃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 吃野生動物的速度非常快速 馬攻射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而且現在刺猴升到了城堡時代 就會增加血量20% 但是不需要升級新奇兵 讓蒙古人的節奏會稍微變得更好一點 但不管怎麼說 蒙古人最強大的東西 海獅馬攻 肉馬只是輔助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大約1點鐘方向 藍方是塞巴斯林 選擇的文明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升級時代 非常便宜 而且熱納爾弩手 打這個馬攻或是肉馬 騎兵單位都有外傷害加成 所以義大利人打蒙古人 算是一個不算難打的文明 確定就是手點短 所以蒙古圖技也是可以利用自己的射程打擊 反擊回去的 有點算是互相傷害的一個角色 那義大利人他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 有這個三級馬凱、三級宮 還有這個品種 所以單看 洛馬的部分來說的話 蒙古人有血量優勢 但是沒有這個馬凱優勢 但義大利人是全能型的關係 也可以轉出傭兵、強奴、火炮、火槍 而且都還有折扣 整體來說 義大利人打法 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打法 但是他的最大缺點 就是沒有經濟加成 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他還有順細點加成 是他的漁場相當便宜 所以這些東西 可以早點去產出大量漁場 變成經濟優勢會更好一些 但是塔塔這邊也不是傻子 這邊已經開始五個人伐木 準備要來去補下碼頭了 好,義大利人這裡伐木也是準備要開始補 但是沒有打算那麼早就去五個人伐木嗎? 木頭有點稀缺 果然是有塔塔先下了第一個碼頭 塔塔這邊靠著蒙古的吃肉之力 讓自己不斷撐之後 就趕快把木頭給穩定下來 趕快去捕魚囉 所以有人會說義大利人 捕魚優勢前期很好 但其實如果你要看這些前期經濟加成更多文明 例如不列顛人或蒙古人 肉獲取的速度太快 或是立陶宛之類的 肉會更穩定一些 木頭可以補得在更早的時候 所以義大利人也不是會有這麼的優勢 所以文明的互相克制 也不是單純看冰種而已 前期的經濟加成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然後塔塔這邊是兩艘玉船三艘玉船 經濟非常好 資源已經領先了 義大利人跨要200資源 200資源繼續穩定下來 而且四個人挖金 準備升城堡 封建時代準備要來轉火戰船 兩蒙古人的話可能最後還是打個 這個戰船 會比較好 有5號戰船 但是如果以這個極限升級的配置來說的話 十六村點風劍可能最這個時間還是要點火戰船 會比較好 原來這個時期是很難量產自己的 劍 這個叫什麼 火 很難量產自己的戰劍 對這個時代的時候是叫戰劍 不叫奴炮戰船 戰劍的話需要非常大量的數量才可以穩定下來 那他如果前置一個碼頭的話 火戰船會比戰劍來說更加適合 火戰船趕快先燒一下 那一大野人這邊也是要趕快D先反擊 所以也是選擇了火戰船 沒選擇火戰船 但是魚船還是被擊垮了一艘 那現在蒙古人 這裡並沒有火戰船的數量優勢 這裡要趕快再囤一下數量才行 這裡火戰船兩艘 現在左邊位置 重新聚集一下 家裡的經濟配置 開始轉吃果子 因為肉快吃完了 雖然有在捕魚 但是要防守住這些魚船 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兩邊的火戰船數量快要是變得差不多 這裡轉出了一艘自爆船 自爆船待會先往右邊走 往前走 炸死了一村 完全不想管這裡的火戰船 火戰船這邊又再炸一下 回頭 結果被偷燒了一下 最後只炸到了一點點的血量而已 最後兩邊的戰艦數量是由賽馬斯汀 這邊拿下戰船的勝利 蒙古人的戰船全部損失掉了 這裡三碼頭出火戰船是真的快啊 好 現在塔塔並沒有戰艦上的數量優勢 自己的前期的經濟也開始沒了 好 這裡居然沒有圍到底 看應該是沒有探圖探到底的關係 這裡有個木區可以往右圍 但這邊看起來是要小圍 好 這邊還但是稍微放棄打 兩邊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之後 再來繼續開戰 那薩拉斯丁這邊 投資了這麼多的火戰船 是有點危險的 火戰船投資這麼多 這麼多的木量都在這裡 三十代會非常慢啊 那塔塔這邊即時停損 把自己的海戰的投資全部停止掉 開始專心把自己的經濟 衝到城堡時代 蒙古最強大的東西 還是蒙古土技 所以這邊先趕快把經濟農上去 先打個草原騎兵 待會把城堡蓋在正面 再轉碼頭出火戰船 或是出自爆船 待會的運作也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張地圖的重點 還是在中間 淘金草的海域版本 這張地圖的中間黃金非常多 所以誰要能空下中間 誰就贏了 蒙古這邊是選擇了在野地 蓋下了碼頭 想要從左側 這邊開始進攻 意大利人加里 那這裡大家可能會補 工程七製造所 帶馬舟出草原騎兵 然後配工程七製造所 投石側 開始慢慢推進進去 變成一個頭車 騎兵壓制的策略 那意大利人這邊升級會很慢的關係 封建時代要擋住這種戰術 相當不容易 草原騎兵 這邊要找個機會 去打下木牆 趕快拉個村民過來圍 圍石牆可能會比較好 直接要上大石牆了 因為自己生石帶太遠了 離這個城堡實在好一段時間 沒有石牆的話很快就爆了 這裡趕快秀一下 秀一下秀一下 村民起兵把這個房子打到快要殘血 後面補下了一個森女 可以來個森的森物 或是躺著對方騎士過來 這個村民想要秀 結果秀到最後兩隻村民都倒地 這個城門可能快要倒了 這個村民倒地之後 後面補下了城鎮中心 兩個修道院 開始補下 這裡草原騎兵一進來就很難受了 卡到這邊三台投石車 繼續給義大利人更大壓力 海戰的投資幸好沒有投資太多 現在有足夠多的木量 可以產生更多的投石車 這裡除了產生女之外 也可以考慮產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有暗了 黃金的部分趕快來這邊開採一下就行了 其實到這個階段來說 可能會有覺得玩家們會覺得 這邊都腰這裡來 是不是沒救了 石頭被控黃金被控 但只要後面有兩塊黃金 暫時問題就不大了 那海戰的部分可能可以多按一些漁船 去穩住自己的經濟量 但是現在如果補漁船的話 會有黃金不足的問題 還有木頭不夠的問題 所以這邊可能要靠個買賣 來賣一下 賣了大概一百的食物嗎 還是木頭的樣子 按出來一台投石車 生女要趕快去著想 但是城鎮中心快要守不住 草原騎兵上來 戳掉了一隻村民 但是被著想了一隻草原騎兵 好 投石車出來 一發砸掉投石車 但是一換一互換 其實沒有到很虧 這邊草原騎兵再戳一下 有機會嗎 自滴掉草原騎兵 差點就可以收掉這隻生女 好 解決掉了一個城鎮中心之後 開始把單位往前推進 這邊生女還在暗 那一大一人要擋住這裡的進攻很困難啊 投石車要趕快多暗一點喔 才會比較好打 好 蒙古人 下方這裡 繼續追逐 把自己給圍了起來 草原騎兵 稍微遠地反擊一下 或戰船 趕快拆除這邊的修導員 那一大一人 這邊只能靠投石車的關係 壓力非常大 先拆掉了一隻生女 下面一隻砸了一發 預判沒有砸掉 居然活了下來 回頭砸一發 這裡可以砸 這邊還有在預判嗎 沒有預判成功 但是塔套這裡有點危險 也沒有預判成功 但是我砸了一發 又是插邊球 最後在預判 這一次終於砸到了 塔套投石車 現在一換二 一換三成功 哇 換了三個單位 一隻生女 兩個投石車 塞巴斯丁這邊 投石車的操作 相當細膩 好 這邊點下了神聖思想 塔套這裡的想法 應該是 欸 我要趕快 去把經濟給農起來 這邊兵力 只是給你稍微的壓力 自爆團自爆 沒有炸到 稍微炸到一點點 好 沒有要著想 這火戰船 這邊可能會致敵 好 這裡確實喔 回農了 好 投石車按個一台 燒一燒了 那聰明書來說 現在是塔套57吋 打49吋 補下了清奇兵的升級 好 這個是強攻 轉開農 好 當然這一波攻勢 也確實重傷到了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這邊的經濟來說 並不是很好 但中間早就已經開下了 城鎮中心了 控制了中間的黃金礦 好 而且除了控制黃金礦之外 這面還要被蓋堡 塔套這邊有機會能夠守下嗎 好 投石車這邊還在偷砸 最後被換掉 好 來看一下這邊蓋堡 能不能順利起來 應該是可以喔 所以家裡完全毫無防備 踏到這邊石頭 完全沒有踩 趕快來挖一下石頭 好 現在蒙古人只有石頭的情況下 只有木頭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擋住這一波的 好 清奇兵過來 只有一隻聖女在著想 先攻擊著著聖女 兩刀 再兩刀 再砍掉一隻 之後一隻草原騎兵 趕快先攻擊後方的駝石車 解掉之後趕快拉走 聖女招想一下 出了熱納奴手 熱納奴手 在這個現階段來說 是打得以蒙古突擊的 蒙古突擊成型更困難 熱納奴手 造價更便宜喔 而且要點東西也不多 二級色跟一個彈道學 城堡時代就差不多了 熱納奴手 現在的階段來說 是可以打得以蒙古突擊的 好 這邊用草原騎兵 直接擊毀三艘漁船 開戰部分 目前雖然蒙古沒有太多優勢 但這波意大利人打得確實漂亮喔 直接衝到了塔奴家裡 做了一波騷擾 但是塔奴這裡不甘失落 從左邊又慢慢進攻進去 你進攻喔我也進攻你 那義大利人要趕快按自爆船喔 去解決一下這邊的草原騎兵的問題 現在木頭不夠多 光暗這些熱納奴手 就耗費了大量木頭跟黃金 還有四隻 熱納奴手慢慢走過來 想要抓掉往左逃的村民 好家裡只有生女在防守 投資車找了一發 三隻村民又倒地 哇這裡賺到了五村 蒙古人76村 對上義大利人50村 村民差距25村喔 越拉越大了 好這裡看一下 這根城堡再繼續壓在臉上 蒙古人這裡顯得有點難受 家裡有點不太妙 這個PC爆了 這裡又被壓了一根堡 自己生地獄的時代也很困難 義大利人這邊要想一下家裡的防守 只靠生女是ok的嗎 好四隻生女遭翔 家裡威一下 阻斷了清奇兵的進攻路線 右側想要撿射物 但被熱納奴奴手給阻止了 好 森綠在裡面擋一下 熱納奴奴手 這邊直接逼退對手 左邊這個區域慢慢擴張起來了 好 蒙古這邊是補下一根城堡 在金礦處的位置 這樣子一大一人就不能來偷挖這裡的黃金 好圖車砸一發 預判 打了個插邊球 但我前砸 結果沒有砸到 好 我馬上想要過來包抄 但這邊選擇撤退 對手撤退的太快了 躺到這邊很尷尬 還是回頭打海戰 但這邊打海戰的話 就意味著沒有打算要升帝王時代 這邊決定要城堡打到底了嗎 好 目前印大利人 單TC 繼續農 這波勒納拉奴手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選擇往後撤 因為投石車快來了 右撤了勒納拉奴手 這邊再找機會 去偷點一下路馬 這是上方的海戰 突然回頭了 一打一人這邊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點奴炮彈船升級 本來想要炸下去 但是回頭了 這邊回頭的目標是 勒納拉奴手 直接炸一波 兩隻勒納拉奴手 倒在地上 歐瑪上前趕快進攻 但是勒納拉奴手 打落馬上的實在太高 紛紛倒地 但是剩下四隻了 三隻 兩隻 回不成軍 最後又炸了一波 好塔套 這邊利用上方的海戰打出一個破口 直接在島上蓋了一根城堡 想要給島上的瓦魂金礦的村民最大的壓力 但是義大利人這時候已經偷偷點下帝王時代 折扣優勢 對義大利人來說相當舒服 家裡的問題稍微快要擋住 繼續用森女去防守 好這根城堡 應該是沒有辦法 主持對手 雖然這裡有七隻勒納拉奴手 但是海域的方面也可以反擊過來 好這裡一發一隻村民 趕快進行的偷換 沒有彈道學 射的有點歪 還有10% 村民應該可以嗎 好最後是蓋了起來 勒納拉奴手趕快撤退 好黃金往下挖 打到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海淡部分 五隻生女趕快招翔一下 OK只是下一隻生女沒有繼續招翔 可以招翔 這隻生女還可以招 趕快拉一隻過來招翔一下 好下方勒納拉奴手 開始往中間島上聚集 打到這邊的肉非常不夠 這邊還繼續按下新奇兵的關係 肉非常不夠 點帝王時代 甚至點黃金也不夠 這裡難道是要轉衝車嗎 點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蒙古加比 轉了一些蒙古圖技 這個成本實在是很貴 只有少量的蒙圖 是打不贏勒納拉奴手的 所以現階段來說 一大一人是有更多主動權 好一大一人升到帝王時代 點下了印刷技術 蒙古這邊城堡打帝王 還有機會嗎 好按了一台公車 目標居然不是城鎮中心 而是上方的碼頭 好家裡用投資車稍微擋一下 補下了一根城堡 想要確認一下 安全的農地啊 好這裡有大量的農地可以用了 快灑下農田 這隻巨型頭實體已經在工程了 裡面有六隻的蒙古圖技 再去世代發 但是現在肉完全不夠 只靠修理的方式 城堡很快就會拆掉 好海戰部分 生旅繼續用著想的方式 反擊海戰 但是兩隻生旅還是老地 好這裡有台沖車 衝了過來 這次家裡有投資車 好這裡巨型投資機 不想管後方那根城堡 反而是選擇了正面進攻 然後這邊反而是想用後面這根城堡 去爭取一些時間 看起來時間並不多 後面補下了比較多的射箭場 開始要來轉戰毛兵 好 正面三台巨型投資機 連擊進去世代發 正面的城堡要小心了 這裡要怎麼守住城堡 對於塔塔來說相當關鍵 守不住可能就要沒了 守得住就還有機會生帝王 好現在塔塔的木頭量真的是有點爆炸 一千多木頭 OK一上前 就是對著巨型投資機一陣輸出 拆掉了兩台巨頭之後 開始回頭打一下勒納如手 後兩隻手被打掉了幾隻數量 但順利的還是解掉了兩台巨型投資機 只剩下一台可以繼續輸出 好家裡的部分沒人防守的關係 弱麻過來騷擾 只能趕快到處逃竄 義大利人這邊村民數只剩下50村 塔塔這邊村民數相當領先啊 137對上49 義大利人這一波不能再送兵 再送下去的話就真的要打不贏了 好趕快點掉 蒙圖投資車順利收光 巨型投資機要趕快再補了 啊這邊如果不理的話 是不是會被蒙圖給逆轉回去呢 蒙圖已經殺到了家裡 這裡不然是要產生女 不然是要產投資車 都很容易被瞬間反擊回來 而且現在村民數不夠多的關係喔 經濟是一團糟啊 反觀是塔套這裡 村民數即是對手的 將近三倍起跳了 暗示勒納弩手 數量上還是有優勢 蒙圖第一時間正式解不掉 這一圖喔 勒納弩手要繼續保護巨型投資機 空車來了 塔套城堡打地王 能夠順利拿下比賽嗎 哇一瞬間點掉投資車 投資車倒地速度非常快 勒納弩手還沒有點化學喔 閃一下 哎呀好像被預判了 但最後還是點掉投資車 好萌圖加上衝車 順利的把後面的承認中心給拔除 好踏到這邊 拿了幾隻村民慢慢修城堡 一直在找個機會 想要從正面集會 對方大量的勒納弩手 那這邊轉戰毛兵 確實是一個好選項 但是有點虧不成群 人家勒納弩手 快要一發 就可以收到一隻戰毛兵 數量不夠多 但是賽巴斯丁打出了GG 結局我們恭喜塔套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城堡打地王居然被他夾住了 雖然巨型投資金三台加上大量勒納弩手 直接拆掉了塔套正面所有投資車 但是投資車確實也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讓義大利人進攻速度大幅下降 而且重點他都沒有想要去砸勒納弩手 開頭就是砸著衝車 那不是砸這個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拆光之後 這些勒納弩手 可以再慢慢轉出戰毛兵 這個想法相當關鍵了 中間這個位置 雖然對方黃金挖得很爽 但他家裡本營已經沒有了 經濟會非常糟糕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義大利人拿下黃金上升力 大概也400多塊而已 但食物輸了快要3倍 木頭也是輸了1萬 16也輸了快要2000 整體的經濟是慘不忍睹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